大家呢 刚才呢 我们已经就是学过了 现在呢 好了是吧 那个刚才呢 我们就是 就是将这个整个里面 分别就是平移旋转 镜像 然后镜像拷贝 还有这个针列 针列 针列呢 那里面这些针列呢 就分别是这个 巨型针列 圆形针列 还有这个 样式针列 这样式针列是比较有意思的 可以通过这个指定 指定各个点的位置来完成针列 所以下面这个呢 是一个等比例缩放 这个是一个工具按钮 然后这会呢 是我们这个里面主要的工具按钮 其他的这儿有一些标注 当然了 这草图我们已经用了很多次了 是不可忽视的 然后这些标注工具按钮呢 就是一些更辅助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不到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会在这个上面 这个创建这个文本的 这是一个超链接 这是一个就是普通的 这是一个超链接 它呢 就可以链接到网页 就是各个网页上面去 然后最下面这一系列的工具按钮呢 这个又是重新 这个手动 这个管理控制这些就是特征 这些呢 一般就更少用到 在下面呢 除了这个视图工具栏 是我们每次都是必须用的之外 然后依次的这儿 同样 同样有这个就一系列的这个工具 这个呢 是对应一早成的 跑途的工具 分别呢 这是更新 然后还有这个轴系统 包括这个平均 这个就是系统 这个也是切断 这个只显示当前这零部件 后面这个是就是零件库 这里面是有些这个库的 在零部件几何体里面呢 我们可以依次这个选择 这个呢 是一个测量 测量的这个工具按钮 通过它呢 可以测量这个 从这个最简单的几何量 长度 角度 到这个 一些这个惯量 就是物理量 就是像这些惯量之类的 像在这些工具按钮呢 是就是分析了 这些呢 我们就更用不到了 现在我们最常用的工具按钮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将这些都移走 这几个工具按钮呢 都不是怎么常用 最常用的按钮 就现在我们屏幕上这个 有了这些工具按钮 我们就可以根据草图 还有曲面 来这个逐一的完成一个这样一个零件设计 由于目前我们还没有设计到这个曲面设计 当前的设计呢 都是完成的是零件设计 在零件设计的时候呢 需要有一点就是 需要大家这个关注一下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注意一下他的这个设计数 我们打开设计数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在这设计数上呢 我们分别现在有多个多个 这个就是特征 对吧 而且呢 大家如果要习心的话 会发现某个特征下面 是不是有这个横线啊 零件设计的特征的 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就是 特点就是这个 是逐步推进 他的特点是这个逐步推进 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我们可以把他们这个整个就做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开始 创建这样一个就是 这样一个就是长方体 在这上面 大家看 右肌定义功的对象 然后就到这步了 又拉伸了一个四分之一 圆柱体 然后看第三个 第三个 拉伸了一个二分之一 圆柱体 然后第四个 拉伸了这样一个 这个就类似于这个三角形 有的这个四个基准体 大家看 这四个全部用这一个公圈 就完成的 都是拉伸增量 对吧 接下来呢 做的是这个 做的是这个 就是 拔膜 大家看 接下来做了三个拔膜 刚才我讲过 说前面这四个呢 都是基于草图的实体特征 对吧 是在这个工业上完成的 他们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加号 里面都带一个草图呢 而后面这三个就不是了 这三个是针对实体进行简单的编辑 所以说呢 他们这个就都没有这个加号 因为他们的对象 直接是这个实体 导角同样 大家看刀角的位置 也同样是这一个道理 这个三个圆弧过渡 我们看完成之后 就这个效果 下面呢 就是在打孔 打孔呢 由于这孔的定位问题 它这同样有一个草图 草图呢 就用于定义为孔的位置 然后在完成这四分之一的基础上 我对他们进行这个镜像拷贝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半对吧 然后呢 这样呢 就完成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就是对称 对称图形的设计 在最下面呢 这有一个这个就是除去 拉伸除量 我们看一下 这中间的枪体部分 是不是也出来了 中间的枪体部分 现在也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零件 给它改成透明的话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 对吧 我们现在的那个就是任务 就是把这个零件 今天上午呢 把这个零件来给绘制完成 大家熟悉一下这些草图 基本工具的操作 熟悉一下这个草图 基本工具的操作 首先呢 那个我们还是这个 自己自己进入到这个工作台 新建一个文件 把这些工具栏都找到 分别的看一下他们这个 都有哪些工具 然后呢 开始这个零件的制作 好吧 那个接下来学的就是这个 参数化零件的设计 所谓的参数化零件呢 那个 以简单的理解来讲 就是将这个一个这样 一个零件造型 将它其中的这个就是 一部分这个 一部分参数 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这个 长度 宽度 高度 都是最简单的参数 而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材质呢 是相对来说 较复杂的参数 或者说是比较独特的参数 在今天我们的学习中呢 我们主要就是先这个 就是通过这一个 就是简单的造型 来学习一下这个 通过如何通过这个长度 通过长度参数 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以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来完成就是一些零件 它们这种系列化 产品系列化的设计 通过这种就是参数化这种 参数化这种设计呢 可以就是快速的 快速的就是将我们这个一个工厂 将自己就常用的这种产品 零件系列 将它们给这个凝结到 我们这个就是造型库里面来 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好像就是就把它们 像标准件一样来使用 这个呢 是我们不同的工厂 都自己独特的需求 这是肯定的 然后呢 由于这个我们知道 首先这参数必须附着在一个 这个基本的零件结构上 大家看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产品零件 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就是 把这些数据这个抄一下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呢 是不是这个很长了 今天下午呢 我们争取把这个就是把它给完成 好吧 争取把它给完成 然后呢 大家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这零部件 首先在这定义工作对象 在零部件几何体里面开始挥制 挥制一个草图 在这个xy面上 在x段上挥制一个草图 挥制草图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那个就是挥制这样一个巨型 挥制这样一个巨型 挥制巨型 然后呢 为了保证呀 保证我们这个就是整体的 为了保证我们整体这个就是造型的这个稳定性 我们除了挥制之后 我们看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给它添加这种就是对称的这种约束 我选择了两个这个垂直边 又选择了中间 选择中间这条这个V轴 然后呢 选择对称 好 顺序搞错了 应该先选择这两根轴 再选择中间的这个V轴 就是让两侧的线根据V轴进行对称 添加这个几何图形 外面这个同档同理 让这个外面这两个呢 根据这个H轴对称 然后呢 进行约束 好了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完成了这样我们一个这个产品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这个 有设计这个草图 然后呢 退出来 然后进行线拉伸进行线拉伸 然后这个拉伸的这个高度呢 我们都知道拉伸的高度 我们就给它拉伸一个50的高度就可以了 拉伸一个50的高度 这样一个就是产品造型呢 在现在来说是这个就是跟我们平时的造型 是不是就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跟平时的造型是一模一样的 下面呢 我们来完成这一个圆的造型 完成这一个圆的造型 同样在这最上面 我们大家看一下 来绘制这个圆 这圆的那个直径呢 我们输入是70 进行一下拉伸 高度呢 我们就用一下50可以了 好 这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个零件的基本结构 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了 基本结构可以看到 然后呢 再绘制一个就是 再接着绘制一个 绘制一个槽 绘制一个槽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就是 开槽枪来绘制 然后呢 我们单独绘制这个草图 草图 然后这个 它的这个直径呢 在现在呀 这些直径我们都是通过标注来完成的 都是通过标注来完成的 绘制完成之后 选择这个 到下一个 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通过观察这零件机会底 完成了这样三个三个特征 这些步骤呢 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步骤我们非常熟悉的 下面的步骤就大家要就是看一下 下面的步骤那个就是 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做这个 导角 做这个导角 做这边导角呢 这个就是 也是我们非常熟的 然后选择周围的四条边 选择的时候呢 可以去这个 自己去这个 直接去这个 依次这个选择 然后呢 这个时候这条边呢 选不上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仙价模式 然后去这个选这个边 然后预览一下 然后把这个显示 如果调回来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这一部分的这个造型 下面这个编导角呢 同样同样是一个道理 进行这个编导角 大家会发现到现在呢 我们这个操作是不是跟这个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这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有点什么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这个强调 在这强调这个就是 在这造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们之间 这个几何关系 一定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几何关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造型 最后呢 给它进行一下这个抽壳 在最后这一步呢 我们给它进行一下这个抽壳 抽壳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面是将不要的面 我们单击OK 这样一个造型呢 在我们手里头就快速完成了 这个呢 造型现在看来是这个 很平常的一个造型 它是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就是特殊之处的 接下来呢 这个参数化设计 就是在这个造型里面 将它刚才我们设计到的 无论是一种长度120 还是一种拉伸高度60 包括了导角10 我们将会逐一的将这些就是 这些尺寸呀 给它们参数化 给它们赋予 它们独特的这名称 最后呢 再将它们之间的关系 再在这些尺寸之间呢 给它们添加这个关系 添加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尺寸 来驱动我们这个零件 让它这个变化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 整个再重做一遍 好吧 就是大家呢 把这个就是做一遍 刚才那些尺寸都记下来了吗 都记下来的话 那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好吧 大家自己做一下 抓紧时间 关键注意 前三个基本造型 那个大家下面看一下 这个就是 在这个零件里头 它造型过程中呢 我们的用的方法呢 大家都是非常熟的 下面我们就是点时成金 画腐朽为神奇 具体如何操作呢 就是给它进行参数化的过程 假如说这是我们一个工厂的标准件的话 对吧 我们有可能是要像这样一个形状 我们有可能是不像底下这个 这个底座呢 是个长方体 然后呢 上面呢 这个就是中间这些比例 包括这些圆角 是不是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下面呢 我们通过 通过最简单的这个参数化 来将这些呢 都给它这个 给它参数化起来 给它相互关联起来 我们看一下 首先是生成这个参数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学过这个方程 方程呢 中间是xyz 对吧 然后要不就是ajk 都有这些数 在这一个零件里面也同样 同样有这些数据 大家看我们这儿不是有这个智能吗 所谓的就是这个智能 我们以前叫它这个智能 这个就是 所谓的智能 实际是是knowledge翻译过来的 就是知识工具栏 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通过第一个fx 来生成这个参数 好吧 大家看 我来先生成参数 生成这个参数 新建参数 大家注意这个参数类型 我们要生成一个就是长度 生成长度 因为那个 千万不要生成实数啊 实数的单位是米 长度单位是毫米 这俩区别太大了 所以新建一个参数 我新建一个就是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哪几个参数 分别是这个底座的长宽 底座的高 还有这个就是 上面这个圆柱体的直径 还有中间这孔的直径 还有这个就是四边的这个 刀角的半径 所以说呢 我们一共需要的参数是这个 六个参数 对吧 所以说我们新建参数 一二三四五六 对吧 新建完六个参数之后呢 我们给它重新改名 像我们第一个这个长度E 我们就给它重命名 重命名为这个 这就叫做底座 底座长度 然后这个尺寸值 我们也得给一下 尺寸值我们刚才都是L 对吧 然后下面呢 这个就是底座宽度 然后呢 这数值也是120 这个时候 答案就说 我们生成这个参数 跟我们这凌价有关系没有啊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吗 我说没关系 大家想是不是没关系啊 然后呢 这个第三个高度 这刚才咱们是50 对吧 然后第四个这个 我们这个给的是这个 我们就可以给这个就是半径 给这个 这个是拉伸 拉伸半径 拉伸这个直径 好 给一个拉伸直径 然后拉伸直径 刚才第一个拉伸直径是多少 其实应用 然后下面我们再给这一个孔类直径 好吧 孔直径 孔直径刚才是多少 最后呢 我们再给一个就是 第一个这个就是 边过度 边过度的这个 我们就直接给一个半径好吧 刚才我们过度的是10吧 好 应用 这个时候呢 单击这个确定 我们是不是 大家看 我们有这参数了 对吧 如果说找不着这参数的话呢 我刚才刚才在哪 咱们今天上午就讲过了 在这选项里面 我们知道这显示 对吧 约束 参数 关系 引用 这些呢 都要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说大家那个一定要把这个都圈上 然后这就开始显示参数 我们这分别是 现在要添加了六个参数啊 添加六个参数 下一步呢 就是把这些参数呢 跟我们这个给他这个约定起来 在这呢 我们就不 就先不做了 我们先把这个参数添加成功好吧 我把这个过程呢 再重说一遍 首先 单击 创建 参数工具按钮 然后 在新建 类型 参数 这儿 设置一下 一定要生成 长度参数 一定要生成 长度参数 新建 新建六个之后 给这个参数 给这个参数 进行重命名和这个长度的定义 长度的定义 要符合我们现在零件的规则 现在零件的长度 要符合我们现在零件的长度 或者说最好符合 差一点也没关系 但是呢 现在最好符合 因为我们是以它作为基础的 以它作为基础 下面那个答 自己把这个做一下 好吧 自己把这个参数都做一下 分别是底座的长 宽 高 然后还有这个直径 这孔的直径 外围实体的直径 包括这个 最后这个外头 这个国度的这个半径 大家看一下 就是通过这一个公众按钮来完成的 来生成 来生成我们现在需要的这六个参数